就在下午两点多 有一名女子开着宾市车 行进新北市三重的中校桥时 疑似没有注意好车前状况 自撞分隔岛之后 正让车子是90度侧翻 车头严重损毁 车壳零件也散落一地 这场车祸导致驾驶 她的四肢擦挫伤 还好意识是清楚的 立刻送医救治 而翻车的这起意外 也导致一路占用有两个车道 远景获报之后 立刻到场来指挥交通 并且要来调查详细的肇事原因